日式糯米饭的做法 今天教大家糯米的另一种吃法 日式糯米 饭,有料为菠萝 在哪都能做,解锁单一吃糯米的方式 丰富的食材,浓郁的味道 做起来简单,吃起来方便 你爱不爱,糯米饭的材料 我选择香菇,冬笋 胡萝卜,鸡肉,食材简单 调味仅四样,麻油 用一些原味酱油,料酒与 糖,先以调味汁混合食材 搅拌均匀并加入适量的香 菇水即可,剩下的烹饪都交给 微波炉就搞定啦 一碗油光发亮香气扑鼻的日式糯米饭 就做好料 双饮号,糯米60公克 鸡腿肉一汁,胡萝卜半个 冬笋一小块,干香菇三朵 又一些原味酱油二勺 料酒一勺,麻油二勺 糖适量,香菇水适量 一准备食材 二将鸡肉切块 三加入料酒和又一些原味酱油腌制 四将香菇,胡萝卜,冬笋切小块 五将香菇水泡发香菇后的水糖 又一些原味酱油 为酱油,麻油一起搅拌 六倒入泡过30分钟水的糯米和其他食材搅拌 七盖上保鲜膜,高火加热6分钟 八搅拌后再加热6分钟 焖10分钟,酒完成啦 γ热6分钟